欢迎回来台视五间新闻 海上类结之动物后有活化石之称 原本因为栖息地的关系逐渐消失在台湾本岛 但还好海科馆富裕有成 还将保育计划伸入校园 让学生们学习照顾后宝宝 同时可以了解海洋生态 适逢这几天后宝宝陆续破膜而出 模样相当的罕见 也让小朋友笑称好像外星宝宝 水族箱的钢笔是阿石 布满一颗颗透明小圆球 仔细看里头小小生物 仿佛螃蟹般不断舞动脚丫 还表演后空翻 翻着翻着顺势破膜而出 真面目亮相 透白身躯上两颗迷你眼睛相当可爱 眼睛下方还有条弧线 就像在对人们微笑 有小朋友形容就像外星宝宝 但你能想象长大后 它会成长好几倍吗 摸摸看 在哪里 会觉得好生气好生气 然后很多鱼的名声是我们连 连都拎不出来的 我真的第一次这么近的看到后 然后就觉得好神奇 这种东西怎么可以活这么久 民众几乎就连小小孩童 双眼眼紧盯这个神奇圣物 原来这是海参节之动物后 早在古生代就有踪迹 因此又生活化时 原本逐渐消失在台湾本岛 幸好海科馆成功赴育 它脱口一次之后一领嘛 我们出生三领的话就可以 希望说能够做野方每个人动作 这回海科馆不只要赴育新生命 也将防御议题带入校园 让学童们学习照顾后宝宝 花生小小保姆 同时一窥神秘海洋神台 在蔡仁恒这种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